Hello 大家好 我小鱼 看见了没有 这个院子是在哪儿 我奶奶家 我哥和我嫂子 还有我侄女 昨天晚上回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全都回到我奶奶家 但是人还是不全 只有一部分人 然后给你们看看 我们家有多少人 这是我们老话说 这叫什么 外物地 这有俩人 然后我奶奶 然后你看 这做了一堆 老太太 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什么不开心都回来了 开心是吧 就能往后的爸妈回来 想我妈想我爸了 小石榴 干什么这么认真 完了我看见了 红孩子生气 就在那看 开车什么感受 就自驾游玩 什么感受 有没有我那种感觉 挺好 租车上咋样啊 挺好 挺好 开车累不累 不累啊 早就开 对啊 早也会开车 两人开车还行 这几天干多少公里啊 从北京到这来 七二百公里 你们哪天从北京出发的 十七号下午 十七号下午 今天二十号 那也挺快 你玩啥了都 这一路就开车了吧 晚上开车 就晚上开车 住车上 一溜住车上 凌晨想咱们去掉 去整个早餐 我开前面 然后凌晨 俩人都睡 来 看看我哥他们车啊 这也属于改床车了吧 我这把这个收起来 我这东西 但你这个车座椅 不是不能放平的吗 可以啊 有床垫子 我这不有床垫子 这个床垫啊 不是那你这个前面放 不是斜坡吗 有床垫子 你给它站上 然后底下 底下这不还有个垫子的吗 不是斜坡的特别厉害是吗 你看 我这女儿在这上面坐的多舒服 这就是她的改床车啊 你看 想出来玩 啥车都能改床车 都能出来玩 我总结的一句话就是 只要你想出来玩 什么车都能出来 你看我哥他们一点经验都没有 和我嫂子 你看开车拉着孩子 一家三口 我哥说了就在车上住 也没住宾馆 就是比如在跑路的时候 俩人为了快点赶时间 来会换着跑 啊 你看 在车上住 三个人都住开了 他的车是C2V 我的车是X2V 他的车比我车大一圈 但是他的车座椅 就不像我这个车座椅 一放全屏的 他那个垫起来 你看人也出来吧 我执女玩也挺开心啊 行了 这一期视频短点 但就这些啊 下面就是我们家庭聚会的内容了 我们就开始吃吃喝喝了啊 我把这些车的车座椅